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来做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椒盐虾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一斤新鲜的大虾 把这虾虚剪掉 虾头也剪掉 这虾虚清好以后 给虾开一个小口 这样一方便入味 大虾开完备以后 加一点大葱 生姜 料酒 盐 抓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腌制10分钟的虾仁清洗一下 把葱和姜片都摘出来 这滴干水分的虾 用玉米淀粉拌匀 让每一个虾身上都沾满淀粉 油温5成热 把虾放到油里面炸一下 把虾炸至焦黄酥脆 捞出 把油温升到210尺度 把虾放到锅里 多炸10秒再捞出来 这样虾出来增加酥脆 大虾炸好以后 切一点葱姜蒜 青红辣椒和洋葱 下面开始来炒椒盐虾 锅烧了以后重新放上油 放入姜蒜 青红辣椒炒姜 再加入洋葱 加入炸好的虾 翻拌均匀 放入5克盐 5克椒盐粉 撒一点胡椒粉 撒一点葱花 翻火 出锅 一道好吃的椒盐虾就做好了 椒盐虾就做好了 外面酥脆可口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一下 我是云燕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下期见 下期见